Hello 大家好 我是Blob主播耶利亚 欢迎收看本台专题报道 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主题 我们是谁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们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是谁 这不仅仅是关于个人身份的探问 更是关于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角色责任和使命 人类身份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 它包括了种族文化语言性别宗教等多个方面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 同时也是社会的一部分 我们的身份在不断变化 受到环境教育和社会影响 如出生在大陆偏乡的于先生 青少年时期因战乱逃离家乡 成年后行传远赴世界各地游历 而后在一厢成家 他的身份不仅仅是他的姓名和职业 还有他所属的社区家庭 以及他对社会的贡献 共同生存在地球上的人们 分布在世界各地 和谐共振如同世界一家 无论是在自己的领域奋斗的传奇人物 或是市井小民 以及从事各种社会活动 和义工工作的志愿者们 他们在为生存而努力的当下 往往跨越了种族和文化的界限 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了 需要帮助的人们 亘古至今我们的身份 从来不是彼此隔阂的原因 相反它是我们建立 更加美好世界的基石 通过尊重和理解彼此的身份 我们可以共同促进社会的进步 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 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 我们的意识影响了每一个我 而每一个我成就了我们丰富多彩的故事 一旦身体和意识逐渐觉醒的人们 了解到宇宙法则我们是一的真相 就不会因分别之心而起纷争 并且乐意学习如何尊重彼此的身份 共建和谐包容的社会 以上是我们的专题报道 还原真相我们是一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 了解更多令人振奋的真相揭露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观赏我们的影片 明日新闻我们明日见